時間越長 你的結狀肌就會過度的疲勞 那久而久之 你的眼肘 因為它在視網膜上 一直得不到清晰的影像 久而久之你的眼肘就會增長 所以小朋友的近視 最常見叫肘長型的近視 就是說你的眼肘不停的 像吹氣球 越吹又越長 不成比例的長長 那就是說如果以用眼的習慣來說 看電視就跟瓜哥講 兩到三公尺起碼比較遠 可是像玩手機啦 畫畫啦 彈鋼琴啦 或者是小朋友很多學租心算 現在也是在手機上畫畫 對 更慘 就是說你好歹30公分 可是很多小朋友一不注意 他可能趴著寫字啦 或者是手機 他手臂比較短嘛 越拿越近 可能就變成只有15到20公分 而且現在這些臭年輕人 還流行說看電視不流行 我們都是網路上看電視 對 越看越近 就畫面越小 然後又遠就越頻繁 所以根據國外的一個很多研究報告 他們發現呢 如果一樣每天小朋友兩個小時 閱讀寫字 比每天兩個小時看電視的小朋友 閱讀寫字的這一群 反而比較容易近視 可是相對來說也不是說看電視就可以一直看都不會近視 根據我們國民健康署的一個統計調查發現 就是說如果小朋友一個禮拜看電視的時間超過12個小時 還是有可能造成近視 可是相對的一個禮拜只要看書 或者是看手機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 就有可能近視喔 像我們門診就常常碰到就是說 可能小朋友四歲第一次來做視力檢查 結果因為以前也不知道嘛 那爸爸媽媽就說來量量看 就一量兩三百度的近視 那家長四歲 因為我們通常建議大概四歲做第一次視力檢查 那家長就很無辜說 我們家沒有電視耶 怎麼會近視 那我們通常問他說 平常小朋友做什麼休閒活動 玩手機嗎 通常十個有九個半都說有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說小朋友一天使用手機的時間 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那可以的話像近距離用眼30分鐘 最好每30分鐘就休息10分鐘 還有目前有一個最新的研究 所以近視還是有救 就是說不要說家裡的小孩很愛讀書 以前是不讀書家長很擔心 現在變成愛讀書家長很擔心 可是也不要那麼緊張 現在的研究認為就是說 只要小朋友有足夠的日間戶外活動 近視還是有救的 現在很多國內外的研究發現 就是說如果小朋友一週 可以日間戶外活動 我們要強調日間 因為跟曬太陽有關 超過11個小時 還是可以降低55%的近視發生率 所以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每一節的下課可以的就要戶外去活動一下 那假日的時間也請家長 想要多陪小孩 比如說去爬山 對 放風針 打球 這個都是很好的 就看遠一點的 是 就是說距離遠 然後又接受這個陽光的造勢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以前在國內讀小學的時候 幾乎班上都是四分之三都戴眼鏡 我也是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戴眼鏡 然後我沒有眼鏡 而且我們都沒有辦法跟人家有話題 你知道嗎 回去就把燈關掉 然後慢慢這樣看 然後走出來有眼鏡了 就好開心這樣 可是我到國外去讀書以後 我發現他們 像我們在國外六年級都是到五六點才下課 還去補習 可是在國外讀書 兩點就下課 大家打籃球 跑步 就玩 他們就沒有人戴眼鏡的 幾乎都沒有人戴眼鏡 像我之前有一個護理師朋友 有一次他有個龍鳳胎的小朋友 有一次我們一起出來吃飯 我就發現 這對龍鳳胎姐姐就是比較文精內香 他就是很愛彈琴 就每天都彈好幾個小時的鋼琴這樣子 那弟弟就比較活潑好動 所以他就是愛玩手機 然後也喜歡去外面玩 結果吃飯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個姐姐 他在看菜單的時候 是整個貼在菜單上面看的 那我就跟這個媽媽講說 你這個小朋友應該有問題 應該要帶到眼科去檢查一下 他說應該不會吧 我其實反而比較擔心兒子 因為他愛用手機 不過因為他都會限制他兒子 玩手機的時間 譬如半個小時他就會把他拿起來 叫他去外面 就是跑步啊幹嘛的 結果反而後來是這個小女生去眼科檢查 結果是400度的高度的警示 差一點點就快要弱勢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爸爸媽媽還是 不要覺得說要彈琴畫畫 這是好事情 然後時間很長都不管 這樣其實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你要保護好眼睛 不然真的很可憐 來 市民處感染錯怪枕邊人 小心兇手是 蛤 對 一定是陌生人 對啊 一定是陌生人 對啊 我們要做這麼敏感的話題 我們做這個節目不是和諧家族 我們有必要挑起這種戰爭 要好好聊聊 好啦 就不談這個問題 這什麼組 錯怪整邊人 結果是陌生人 這什麼組 市民處感染好 其實現在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HPV virus 就是人類五途病毒 但是在95%以上都是經過親密行為會傳染 但是還是有一部分的人會經過 比如說不清潔的毛巾 或者是說公共廁所的不乾淨 或者是說有一些髒污的水 或者溫泉的地方都有可能會傳染 所以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整邊的人 像我之前有遇過一個案例 她其實是大概22歲左右的女性 那她跟初戀男友在一起以後 她就覺得說她下面有長東西 那可是她是初戀 她男友當然不是初戀啊 男友大概大概四五歲 已經有交過別的女朋友 那她自己是第一個性行為 就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所以下面有長的東西也不敢講 就這樣一直拖拖拖 拖了大概三四個月 她真的覺得受不了了 她覺得她下面有一條一條一條的東西 其實在這個小陰唇的內側 那她一直以為是什麼 菜花還是什麼 所以她就跑過來看 可是實際上呢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她這個疾病叫做一個叫 假性菜花的一個疾病 不是真的的菜花 那這是一個正常的生理性的變化 但是她外觀上跟真的的菜花 真的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有點像花椰菜的外觀 那但是要真的間別轉蛋 當然是要經過婦產科醫師來看 但民眾看的時候 可能她會誤以為 所以常常有誤診率大概高達50% 那如果醫生誤診的話 那當然就會鬧家庭革命啦 哈哈 因為誤診率太高了 所以如果要確診的話 有時候我們就會切一小片去化驗 那這個女生她就是覺得說 她應該是菜花 那我們就幫她切片下去做 確定她就不是 她是一個假性的 假的菜花 所以後來就沒有事情 但是這樣子的女生可能在家裡 就很容易造成誤會 那男朋友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你長菜花 是不是你去外面感染還是怎麼樣 但實際上根本跟那個沒有關係 她是一個她天生的 她天生的樣子就長這樣 當然有一些人 她會因為長期的子宮發炎 或是長期的陰道發炎 也會造成她外陰部的長相 看起來有一點像菜花 但是實際上 這個是一個假性的菜花 那她可以治療嗎 可以治療 局部也是可以做一些電燒 那如果很輕微的 有時候我們就是正常 也沒有發炎 那就先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她本身假性真性 她也不會癢嗎 她是她 如果一條一條的 有些病人 她會自己去把它拉下來 會把它摳下來這樣子 我聽說如果不去管 她假性的跟真性的有區別嗎 會真的會癢還是說假的 假性的她就不會擴散 那真性她其實是生病 所以她其實會有越來越大的問題 說這幾年如果沒擴散她就是個假 還是要讓醫生看一下比較好 也是有一些比較說慢性的菜花 她其實擴散得很慢 但是如果你如果措施一開始的診斷期 跟治療期 後面可能她擴散到裡面你不知道 還有一個就是說 像我之前有一個那個偷情的夫妻 她當然五十幾歲 偷情的夫妻 然後她們就是早上去那個公園裡練太極拳認識 然後後來就在一起 在一起後她們跳完太極拳 她們就去那個旅社 結果在旅社發生關係以後 那個女生就發現 她回家全身都會癢 這到底是不是她的這個親密的伴侶有問題 因為她之前跟她老公就都沒事啊 她就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她對那個親密伴侶的精液過敏 還是說對她的皮膚過敏 結果後來她來看 因為只有女生有 男生就沒有 後來她來看我們就發現說 她全身上這樣有一點點 好像皮膚的這個病罩 後來一檢查才發現說 陰濕的部分 那陰濕的話 她可能就是旅社那邊傳染 就跟這個男生的信伴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男生沒得呢 因為男生怕熱 他親密關係完以後 就沒穿衣服 就坐椅子上 然後又要去洗澡 又沖涼 所以都沒穿 都沒有蓋被子就不會 對 然後女生她又蓋被子 然後可能在 躺在床上 妳一直看到這個病人 她的案件是怎樣 對 沒有 真的 我後來有問她們 我後來有問她們 因為那個女生她自己 可能有一些愧疚感 就講得很詳細 因為這是偷情的 她說我在家裡也沒有 因為她有怕帶回去給她老公 她老公會抓狂啊 所以她就仔細問說 這個會不會傳染給老公什麼的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 妳該改話題 原來她 看私密書就可以了解案件 對啊 小心兇手 對 因為女生她有躺在床上 所以她因斯的感染就比較厲害 所以跟那個男生其實是沒有關係 我之前其實有聽過一個個案是這樣 可是我要先講說 這個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HPV的病毒感染 有一個男生呢 他其實單身了五六年 那因為他都一直在 這個非洲工作 所以他一直也都沒有交女朋友 結果有一天他就突然發現 他在這個肛門口 生殖器夫妻 開始長了一些 像肉牙這樣一顆一顆的東西 那甚至長到後來 那個東西還會陷下去 就是中間會凹進去這樣 他覺得這是不對 這應該是性病了 所以他就跑去找醫生看 結果醫生就跟他說 其實這是我們比較特殊的 叫做傳染性軟油 那其實他也是一種病毒感染 但是他基本上 跟性病傳染是沒有關聯性 可是因為他有時候會長在黏膜 就是長在我們的一些 這個女生就是什麼英純裡頭 男生可能就是在這個 生殖器的附近 所以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那我就要講另一個 是真的就是會很可怕的案 你那個差點就出一些 家庭的就是命案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差點發生家庭命案呢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